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孩,今天是2020的10月30号,昨天我从OW Opening Water开放水域初级潜水源课程结业了,拿到了我的Peddy证书,今天开始我的AOW Advanced Opening Water课程,由于我的小伙伴呢,他要急着回开罗,所以我们把课程顺序进行了调整, 今天上午就要去埃及达哈佛的大峡谷,还有铜海的潜水圣地,蓝洞,看究竟了,有点好奇,到底是什么样的呢,拭目以待吧,又开始AOW的报名提醒了,我特别开心,我现在在证书这一栏有证书了,不是空白一片了, 昨天晚上进入我的埃及当地潜水小伙伴的美食推荐,今天早上又买了埃及的当地早餐,一改之前的柬埔风,终于可以local地在这里,看他们的风景,感受他们民俗,还有体验他们的美食了, 还是那个饼里面包着各种沙拉呀,还有当地作为早餐的那个肉丸,就是各种豆子啊,蔬菜,弄成糊糊,然后扎上的那个肉丸,在前一个视频里面,大家应该有看到,就是这个早餐了, 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上车啦,我们要出发去大峡谷和蓝洞了, 达哈布的两个潜水点,大峡谷和蓝洞,是世界潜水爱好者毕达卡之地, 这是大自然经久不息的演变,留给世间所有生物的奇幻之地,极具观赏和冒险色彩,竟然今天一去就去两个, 而这两个都是深浅之地,尤其蓝洞,最深处上千米, 其实我心底对完全在水底呼吸的恐惧,每次都要在入水后,才会平息下来, 先去的是危险系数相对较小的大峡谷,它是海底类似一刀劈开的大裂缝, 穿过一个蟹湖的入口,经过一条珊瑚隧道,就会来到壮观的沙至高原, 这里有很多小小的珊瑚尖峰,更有机会看到神秘的红海四起鬼佑, 以及美丽的细点裸胸扇,顺着高原游去,你会发现礁石上的裂缝, 从缝隙潜入,来到一个令人惊叹的大洞穴,被星光鱼和水晶鱼围绕着, 即使在最深处,能见度也非常高,折射的阳光透过裂缝, 照射在五颜六色的珊瑚花园上,所以我们下潜到这里, 主要就是为了看阳光透过水面,折射在珊瑚花园上的景色, 沿着海滨公路开,一边荒漠,一边海水, 还能看到骆驼,尤其知道看似平均的海域后, 隐藏着那么广阔的世界,对这种地理环境竟多了几次留恋, 也许以后很难再看到这样的景色了吧, 距离潜水点越近,海边待见的酒店越多, 开车大概三十分钟左右,就到了海边一个网红装修的餐厅, 但仍然平平无形,没想到这里,就是这个海边大裂缝的入口了, 这是今天的装备,然后,到了这一个入水点, 不知道今天的海底世界会是什么样的, 我还是有点纸张,但是也很期待吧, 在我后面就是AOW课程的第一个前点, 这个课程内容其实提前了, 因为我的前世小伙伴要回去工作, 那我们的第一个AOW前点就是这个大峡湖, 看看这个地图,我们要从这个餐厅, 然后那边已经有人要下去了, 它的entrance,下去会到一个山湖花园, 然后这里已经就是20米了, 一直到22米, 这个小的,这个峡谷的entrance, 非常的狭窄,很危险, 到30米,30米是AOW课程使用的一个极限, 不能再往下前,再往下前就有很多的水面, 然后再这样回来,回来,转弯再回来, 就是今天的一个路线了, 哎,可惜我没有GoPro, 我不能给大家分享海底的奇妙世界了, 待会贴一些网图给大家吧, 但是在下一个目的地的国家, 我就会采购自己的GoPro的装备, 把路上遇到的美好风景就给大家, 5分钟休息, 我要去穿我的设备, 然后下海了, 30.2米的海底大峡湖, 握住排气口,排出空气, 扎入水一门一刹那, 永远给我的感觉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, 一个万籁俱寂的世界, 只要你不主动去招惹海底的生物和植物, 你对它们而言就像不存在一样, 或者说已经融入它们一样, 鱼儿们会平静地从身边游过。 那边就是红海大峡谷的入水口了, 现在已经有一批潜水员先下去了, 待会儿我们也是会从这个入口进去的, 刚刚下潜了我身后的海水, 30米深的红海大峡谷, 看我身后又有一批又一批的潜水员, 正在我们这奇妙的海底世界中前进, 然后这些都是大家刷出来的细瓶, 潜水是一项非常非常美妙的水底运动, 因为地球三分之二的区域都是有水覆盖的, 探讯水, 探讯水, 另外一个和我们平行的世界, 可惜没有工作, 不能给大家吃潜水, 很奇妙的海底世界了, 希望有一天可以带大家一起去体验。 蓝洞, 潜水者的潮胜地, 至今无人能够探地, 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十大潜水点之一, 被称为潜水者的坟墓, 在蓝洞的岸边矗立着上百个墓碑, 都是因为意外沉睡在蓝洞水域的潜水者, 而且最刺激的是, 入水点是从一个裂缝垂直跳下26米深的海底悬崖, 然后穿过一个石头拱门, 在这里, 我醉淡了, 返程的时候神志不清, 而脚底下就是无底深渊, 还好教练掺着我, 把我带回了出水口, 接着, 我就昏睡了一整个下午。 我们到达潜水者的圣地蓝洞了, 要进行新的挑战, 有点紧张, 告诉大家一个奇妙的事情, 当我到达蓝洞的这个入口, 我的信号变成了沙特阿拉伯, 而且我不能用埃及的电话和上网信号了, 因此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边境呢? 这里好多人啊, 贪官也很多, 但是没有达哈勃那么小资和美丽, 太多人了, 反而我觉得破坏了我的第一感觉吧, 不知道下潜怎么样, 我不太喜欢人多, 我希望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, 幽远的一个蓝洞, 就让人望而生味的那种地方, 而不是烟火气太重。 看我身后, 一批批的潜水员都已经开始下去, 探访这个奇妙的潜水圣地。 三鸟。 哈喽, 今天上午经过两次潜水, 一次是30.2米的红海大峡谷, 一次是潜水者的圣地, 埃及红海的蓝洞, 从26米的悬崖裂缝, 垂直跳下去。 这一趟弄得我有点惊奇迷迅, 觉得累, 后面完全没有力气在返程上了, 但还好有教练在身边, 引起了顺利。 休息了一个下午晚上, 夜前, 真是密集的一天, 因为AOW总共有五前嘛, 今天三前, 明天凉起在家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操练。 那我现在就去了。 我靠, 刚刚我羊海上咚的一声, 这家伙进来了, 你是要吓我吗? 你从哪里进来的? 你到底要干嘛? 过来吧。